环保站里高龄98岁的陈琳水井女士 熟练地做着资源分类 越做精神越好 女儿承担环保干事 母女一同来付出 竹山环保站在921地震后成立 每周三六在这里做环保 早已成为这些年长志工们 平时生活的重要寄托 早期这里还扮演共修处的角色 热心提供空间的地主日前往生 这片土地后代另有他用 环保站必须迁移到竹山靖司堂 走过近20年时光 这处环保站功成身退 搬迁后期盼更多热心志工 继续用双手一同守护地球 大爱新闻张国端 杨俊廷南投报道